吴俊哲妙手朱运动员摘金 这个吴院长口中的他 正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求小天后曾雅妮 中山医学院院长吴俊哲 抑制过无数运动员 大约十年前 曾雅妮因手肘韧带问题 曾找他治疗 当时他就对妮妮印象非常深刻 赞不绝口 我说来妮妮要不要就看那种鬼群 他不用 就说几号我就几号 很有客户性的 他不会在乎别人对他的感动 超乎我的想象 这个孩子一定会出头 吴俊哲投入运动医学领域三十年 可说是台湾之光的幕后推手 从早期的棒球国手吕铭刺 短跑国手王慧珍 到球后曾雅妮等都是他的患者 在高中就对树里力学很有兴趣 骨科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那时候有这个叫生物力学 那时候这个运动医学没有人做 所以当初这个就会引起我们兴趣 吴俊哲表示 只要能帮运动员重返巅峰 他比谁都还开心 个性亲和的吴俊哲 附警和下属间没有距离 不少患者也成为他相交多年的好友 其中包括现任总统李登辉 去年五月街这个院长 去年五月街 他就来看我 他爬到这里来 就坐在那张椅子 他对我是相当好 很有人味的人 他 他是来看老朋友 对啊 他你看 看得出来 两人有着深厚的情谊 吴俊哲办公室 还挂由李登辉送的题字 十分醒目 每年李登辉在红西山庄办尾牙宴 也不忘邀请吴俊哲 我每年都会背情 然后 我就站在 我很怕渡过 他就 把你拉到前面去 然后我就抓到 跟他坐旁边 所以 他就是这样 很 很nice 他就像隔壁的偶像 隔壁的偶像 东新闻 综合报导